然后这个贵人就即刻给了我一辆车子 慢慢的就给我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职责 让我的薪水一直加倍 曾经从大概是比较少的一个几千块 到将近要成为一个两倍的一个薪水收入 我是来自中马区吉隆坡的美惠 那美惠在2018年进来超马之前 真的是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那时候陷入了一个家庭问题 然后又有债务 就是债务重属两百千的欠债 做什么工没有收获之外 存钱存不到漏的一大堆 然后自己的事业很垮 做了十多份工作都没有一个能够收到钱 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进来超马不久 是美惠的一个翻转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比较有听话造作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慈善机构 就做了社长 然后在做社长之后 这个贵人就即刻给了我一辆车子 然后有了车子之后 不是就慢慢的就给我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职责 让我的薪水一直加倍加倍再加倍 曾经从大概是比较少的一个几千块 到将近要成为一个两倍的一个薪水收入 慢慢的薪水加了 那AKPK的这个债务重组的两百千也迎刃而解 就完完全全在2021年的10月解冻了 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叫了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重新买物质了 然后随着我也去学习太阳灵源转运法 发觉到每一天跟太阳公公说话 说我的心事说 每回要买物质啊 因为已经年纪不小了 再不买物质已经太慢了 然后就想尽办法 结果呢 我的花红就从开始的一个月 到两个月 到四个月 到今年的七个月那么多 随着每一次拿到花红之后 我又能每一次在我这个公寓的购买的 头期 杂费之类的 不断不断的每一次都 我想买一间就一间 然后每一买一间呢就省更多 第一间我就省了七万块 然后再短短的太阳灵源转运法呢 在2021年的年尾第一间 2023年的年头就来到了另外一间 然后第二间就比第一间多出了一倍的一个价钱 是个高级公寓哦 然后得到这个公寓之后呢 很巧哦 我就得到了孩子的一个电话说 妈妈你买屋子啊 恭喜你 那你要恭喜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一间屋子哦 爷爷买了现金的一个四百千的公寓给我 我当时mary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殊不知自己在太阳灵源转运法的时候 自己有得到财富啊 连我的孩子也受益哦 他不但得到了四百千的公寓 也得到一两价值差不多五万块的一个汽车 所以真的是若费天地何来风真的太棒了 感恩 那美惠其实是从开始离婚到至今哦 就是跟孩子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可是当时没有学超码是真的无知无明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脾气暴躁 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孩子很怕我 就是看到我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恐龙哦 就跑得远远的 然后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糟糕 那非常感恩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的一个师修啊 随着自己慢慢落实爱与感恩 也明白了自己必须让脾气 还有所有的事情做好 然后突然间在一次的心法跟孩子生成的忏悔 然后孩子不只是开始跟美惠的关系 变得好像好朋友之外 他也变得非常孝顺哦 因为我的孩子读书是不错的 时常会拿到什么奖励金啦 奖学金啦 都是几百块几百块 那每次拿到他就约美惠吃喝玩乐 没有赚钱但是给自己钱 所以非常感恩老师的课程和所有的一些 身心灵疗愈的一个方法 那美惠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非常感恩大家的一个聆听感恩 谢谢